由文章百百合等人主演的治愈戏电影《失劣33天》 赶在世纪光棍节来临之前上映 剧组可谓是用心良苦 近日改剧主唱人员从北京赶来广州 参加广州举行的电影首映式 一到现场文章就卖乖的为广州记者送上了节日问候 原来不是光棍节的问候 而是记者节的问候 对于自己首次尝试在片中饰演又娘又贱的角色 文章就说自己确实想尝鲜 而且最好是这种现代电影 但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代戏 因为轻松 因为可以在城市里都拍 然后生活环境没有那么的艰苦 然后能经常的回家 然后能吃到好吃的 对 除了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的电影角色 文章自从拍《失劣33天》以来 更是第三次被媒体传与妻子马一丽离婚 对于被离婚事件 文章已经无奈的近乎无欲 唯有不断拜托媒体手下流行多些好的东西 第一我在拍《失劣33天》的时候 第三次被传离婚 然后整个媒体会把这个事情放大 但是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好的一方面放大 不要去传一些假的消息 但是 谢谢大家 然后来看看